大陸知名的法律維權人士郭飛鴻 準備在廣州機場乘坐1月28日下午飛機前往美國華盛頓 照看他重病的妻子 如果此行在機場遭到公安部沒有人道的攔截 他準備從28日晚啟動無限期絕食進行抗議 在1月27日 郭飛鴻已經買好1月28日下午4時50分 廣州飛去美國華盛頓的機票 記者輾轉通過郭飛鴻的朋友聯繫上他本人 他表示自己正在處理重要的事情 這幾天也一直準備行李 已經幾天沒合眼身體快承受不住 根據郭飛鴻的朋友圈發出的信息 1月26日 廣州市公安局一駐兩名國保當面告訴郭飛鴻 廣東省公安廳和廣州市公安局 是同意他出國照料妻子的 但是公安部回覆說不批准 如果郭飛鴻自己買機票到機場 公安部會下令將他攔截在機場 他們還表示 除非他到湖北某個特殊的地方 與公安部官員溝通達成某些協議 因為車子剛剛做腫瘤切割手術 而且馬上面臨系列化療 郭飛鴻表示自己憂心如焚 需要立即趕過去照看 郭飛鴻強調 從一開始我就決心克服一切困難 徹底地豁出去 我已經做好了在機場遭到各種變數的準備 他還說 如果被非法 沒有人道那麼攔截 就是我無限期絕食的開始 郭飛鴻認為 為了阻止他出國 當局可能會做出各種超限手段 但是郭飛鴻強調 不管他們做什麼 都沒有辦法相及自然純正的我本人 我都會一一徹底揭露 讓全國全世界善良的人認清中共的無人性